Horizon Hill 半层楼的SemiD 一开门出来可以去到这个Pairground 有一个很长的Joking Track 回离巴的地方 就是一条河来的 主要放很大 放一个三到四张双人床 不是问题啊 这些Panel啊 电视柜哦 也是做好好给你啊 一滴帽间 它这边还有一个秘密空间哦 打造成电影院 很爽啊 全朋友在这边一起看个电影 大家好欢迎收看甜妹卖房 今天我带你们来到我们的Horizon Hill 就是我们现在房地产的热门区哦 来看一间三层楼的SemiD 这间SemiD很特别哦 它后面是我们的河来的 这间带你们看的这间屋子 它的Land Size高达40x80 然后它是在一个维里保安区里面 然后这个区域是叫Cannell Garden South的 OK 这样的话我们话不多说 物质很大间 我直接带你们进去看啦 首先我们来到我们的车房区 你可以看到这个车房的门哦 就是很大幅哦 然后旁边这边的很明显就是Horizon有装修过的 是喷好这种砂石的啊 据说啊 Horizon是一共花了超过一百万来装修整间屋子的 所以谁买到这间屋子哦 真的是赚到 因为你就马上省了一个一百万的装修费啊 可防的部分其实这边你放两辆车肯定没有问题的 然后上面的Warning这些也是已经做好了的 然后旁边这边的话也是有保留一个Side Land给你 它没有直接上完地砖 可是就是有铺了这种甲草这样子的感觉啦 所以如果你们是有养宠物啊 还是可能讲你们要放一些摆设品在这边啦 我觉得都很不错啦 这样的话我现在带你去看一下我们后面的景观 来到后面这边的话呢 旁边刚才我们看到有D对嘛 然后因为是Side Land 它的后面这边也是有D的哦 然后它还有的就是它这边有一个小门是可以通去我们的外面的啦 然后也可以看到这些全部都是屋主重新做过啊 来到后面这个部分 你看啊如果今天你是有小朋友在家的话 其实傍晚时间一开门出来 他们就可以去到这个playground那边玩了哦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很长的joking track 再加上你可以看到前面那边有一个围里巴的地方对吗 那个围里巴的地方哦其实就是一条河来的 所以你住在这里啊 其实就是有一种住在大自然这样的感觉啦 有一种那种feel啊OK 然后这样现在的话我就带你们去看我们的单位里面啦 好嘞 这样现在我们就回到来我们的入口处了啦 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这边 其实owner是做好这一个鞋柜啦哦 如果今天你不够的话 其实你还可以在旁边那边再额外加一个鞋柜啦 OK 然后大门处的话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一个digitalk在这边呢 然后它就是直直通去我们的客厅了啦 but before我们去我们客厅之前哦 你看这边其实owner也是很用心哦 他做了一个会客室在这边啦 如果你们是经常需要开会啊 需要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啊 这样可能你就可以在这个area 或者在那边喝茶或一颗什么都比较方便 它是做一个sliding door这样子的感觉的啦 这样跟着我们的步伐来我们来到这一个部分就是一个厕所的部分啦 可以看到这个powder room哦 它的磁砖呢全部都是采用这种有marble纹路的啊 所以整个感觉就有一点高大上有没有 再来的话我们往前走 这边就是我们的干厨房区啦 可以看到我们的干厨房区哦 这些厨柜全部都是做好了的 因为这些built in的东西owner是一样都不会带走的啊 所以厨柜做好了再下来 诶看到这边有第一个gap下来吗 这个就来到了我们的私厨房区啦 一样私厨房 看the owner在做的他不会少做给你的 全部厨柜到顶的做完了 然后这边也是全部都做好厨柜了啦 这样这边也是有洗手台 然后旁边这边呢它就有一个加一的小房 我们之前单位的话呢 它一共是五加一个房间跟六个厕所的啦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厕所 这个厕所就可以给你的佣人用咯 再来我们外面来这边 这样少不了的一定是我们的洗衣区咯 今天洗衣区的话 你看owner也是做不一样的地砖咯 然后上面的话呢 它是有一个呃天窗这样子的感觉啦 所以你在这边晒衣服阳光 就会这些照射下来咯 当然进每一个区域之前咯 就是你仔细发现的话 都是会有一个sliding door 可开那个空间的啦 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回到去我们的客厅 这个是我们的干厨房区嘛 刚才我们看到这边就是我做了一个中导哦 然后这边啊 你可以改造成一些红酒架啊 偶尔得控的时候在这边小酌几杯也是蛮舒服的 然后干厨房区旁边呢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哦 ok可以看到其实前面那边 我们是有放那个电视机嘛 这样这一个空间呢 你就可以把它拿来打造成你的dining area 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啦 因为它旁边这边有sliding door 你打开了过后全部都是很通风的 来我们再往旁边这边一点点来看啊 其实旁边这个哦 就是刚才我们通出去外面的那个小门的那个区域来的 如果你要在这边晒衣服也可以啦 就不一定要去到后面的那个区域 再来我们看我们的客厅啊 客厅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格局 旁边也是有窗口 这间单位哦 它是向南的啦 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上楼上看 比方我们上楼上之前呢 也可以看到哎 这些小小的panel owner全部都是有做哦 真的 owner真的是花了很多心思跟金钱在装修这个单位啊 来到楼梯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地板哦 全部都是做这种石木的地板的 然后楼梯扶手呢 就是这种石木的扶手 还有就是这一个透明的这个玻璃啦 所以感觉就比较modern一点 不会像我们旧式的一条条铁这样就不美观 不好看嘛 那我们就来到一楼部分 可以看到这一楼哦 那也是做好全部这些储柜给你哦 这些展示柜全部都是可以开的啊 是储柜的啊 所以你就可以 所以你自己的percentage在这一边哦 如果不喜欢这个设计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拿掉啦 先来带你看看它的主人房 这主人房很大 有没有 你们看从角落那边拍过来 真的 如果你要放一个三到四张双人床在这边 肯定不是问题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左右的床头柜是已经做好了 然后连这些panel啊 for美观用途的owner全部都是做美美的 然后这边哦 电视柜哦 也是做好好给你了啦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built in的 owner带不走的 所以今天你买到这些 就是全部都是直接属于你的啊 然后主人房 通常samedi 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是会有设计成他有自己的衣帽间 看这个衣帽间 before进来之前啊 有一个sliding door的 ok 然后旁边这边是他的厕所 先来给你们看厕所的部分啊 厕所 它有一个按摩浴缸池在这边哦 然后你看这个玻璃 这个干湿分离的玻璃多么的大幅啊 很少看到那么大幅的通常都是围一个领域区吧 可是owner做的是把臂浴缸也围在里面啊 然后这边就是马桶区 这边有洗漱台下面的这些厨布全部都做好了 甚至是连上面啊 你看全部倒叠磚一看就是有换过了 因为真的是很漂亮啊 就是有这种marble纹路的 来这个部分呢就是衣帽间的部分啊 你看我左右全部都是空间 还有就是如果今天你们是比较多贵重物品的话 要收在收在屋子里面的话 这边还有一个秘密空间哦 然后这个秘密空间哦 它也是做好厨柜的啊 然后那边也是有一些抽屉啦 所以就比较好收纳你的东西 就看你要怎样自己去摆放你的首饰那些在里面 我觉得首饰那些收在里面是蛮合适的啦 OK 这样我们回去外面看我们这个楼层的第二个房间 这样子的话这边的话呢 它就有一个common space哦 这个空间的话你也是可以放一些电视机在这边 或者是把它打造成一个entertainment的空间 我觉得也是很不错啦 然后这边呢它还有一个slighting door 可以给你去到外面哦 所以要在外面喝茶也可以啦 这间单位还是semity嘛 真的很多空间给你去休闲去规划啦 然后再来我旁边这边它还有一个房间哦 这个房间你看一看就是有做过了对不对 你看这些榻榻米啊这些设计啊 全部都是做好美美啊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之前owner的女儿住的啦 因为pink color pink color了 你看那个床头柜 OK 然后旁边这边呢它有它的厕所 这个厕所的话淋浴间那边也是有这个干湿分离的玻璃啦 然后这些橱柜啊全部都是做好美美给你的 这样现在的话我们去最高楼看一下剩下的房间 这样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最高楼啊 可以看到这个水平还其实真的是非常高哦 因为它是一个三层楼的单位来的啊 然后我们先往旁边来看 其实这个也是这间单位的其中一个卖点之一 因为这个是owner之前把它拿来打造成一个电影院这样子的感觉啊 可能也会看到上面这些有点水印 其实owner全部有做过漏水防水啊的 只是它还没有油气回去啦 OK 所以这边的话可以看到地板全部都还美美心心 因为全部owner做过了的 然后旁边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那个Jogging Track 还有我们的河流的区域啦 就是会背向我们的后面咯 所以这个空间在这边我觉得真的很爽啊 如果一群朋友啊在这边一起看个电影啊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不错啊 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这个电影房哦它这边还有一个厕所隐藏在这边哦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厕所不是小小间的啊 它是非常的大间的 而且啊你看连这一些砖啊 全部都是做这一种大理石纹路 还给到你这种大片比较贵的砖啊 然后也是可以在这边冲凉了啦 所以如果今天这个房间你不要拿来做成Entertainment Room 你拿来做成普通睡房也是蛮不错的 因为你看这个洗漱台都有两个嘛 如果夫妻在这边一起住的话也是非常棒的哦 方便这个空间的话呢有一个小阳台区很明显 我们之前是在这边做Fly Yoga啦 这个空间你们也一样可以拿来打造成你的运动的空间 也是蛮不错的 因为你看它这个窗口是大幅的 我觉得整个人站出去都肯定可以啦 可以从这边出去啦 可以开来给它通风 然后这边也是看得到我们的Playground区啦 现在我们就看我们的最后一间房间 这个的话你可以把床卤直接放在这个上面 然后也可以看到前面那边全部都是有窗口的咯 所以采光来讲也是蛮不错的 然后那边有个梳妆台的区域 这边的话也是拿来做成一个床头柜 OK 旁边这边它就有一个Walk-in-Walk-rock 桌柜全部到顶的上完了 全部都做好好做美美给你 然后厕所就在这个部分啦 可以看到一样是磁砖上到完 玻璃这种全部都是装好好给你了的啦 那基本上我觉得带你们看完我们这一间 在Horizon Hill Cannon Garden South的这间三层楼 Semi-D了啦 我做一个小总结啊 这间单位的话呢 它一共是有五家一个房间 一个六个厕所 Lensize高达40x80 然后最重点的是 Owner花了100万来装修这间单位哦 这样今天这一间装修这样美的单位 要卖你多少钱呢 答案是它要卖你230万而已哦 如果今天你想约我来 卖下一堵这一间 Semi-D的芳蓉 或者是你在找着星山其他产业 再不然你的星山产业 想要委托自助于出售的话 欢迎随时联系我 我是甜妹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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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还能听到